因为我刚才看了你的八字 原来你四十至五十岁 就是十年衰运 本来自己行衰运来说 你无关家屋市来说 它都会衰运一点 或者衰运都没那么贴地的 我经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应该你住了这家屋之后 再加上你行衰运 这个情况就会严重一点 现在你第一件事最简单 因为你坐信向前大门向西北 在2004之后再入伙 就是旺囚旺丁的 那你第一件事最简单 就是将你的煮食炉扔掉 再买一个新的煮食炉 再摘一再重新入伙 就当新搬进来的 那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先 那第二呢 你的问题来说 就还要等一点点时间了 因为一来你今年就是犯太岁 那你知道犯太岁来说 人情绪不稳定 想起来都没有好结果 尤其是农历九月 那个情绪就比较严重的 所以你要多点试一下 有没有办法多点去玩 出街逛下也好 或者有什么活动也好 去图书馆也好 总之不要常常运自己在家 那你的运来说 就不用灰心 因为你最坏的年是900到03 但是因为900年 你刚刚这个40岁 刚刚行衰运 没那么快衰的 那去到01,02,03,03 三年火运就最坏的 那其实04至09 尤其是07,08,09 就慢慢转回水 它的情况就会好一点 那今年来说 因为运气不好也好 那也要积极点试一下 有没有办法运气不好也找到工作 如果不是你... 苏少哥 我星期一就会去见工的了 是 那你就应该放一个特别旺材局 急吹材局 这个就是运工基本法来的 原来在正东 你建的正东刚刚好了 你主人房床尾那个角落头 床尾那个角落头 一粒黑色石头 是 一棵海草 是 一个女凹头五毛指 是 女凹头向上 全部放在水里面 那这个原来最快吹材的 是 那希望你在犯太岁不好的年 转了个炉 或者你直接放一个急吹材局 之后才转炉 找到东西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是 因为你的命 原来五十岁之后 还有三十年运的 因为你行运的状况 其实就不是很理想 因为你二十至四十 行了二十年运 那我经常说 如果行过运的人 再行过衰运 他通常承受不了的 是 那原来你是二十岁行运 行到八十岁 中间十年衰运 就是四十至五十 就是现在你和我们 聊天的时候了 所以简直棘手了 那你这个情况就知道了 那你太太的情况 其实因为呢 我们在这个命里面 就找不到那么严重的 因为你太太就四十年前 其实一直都行衰运 但是因为她秋天出世 她应该衰运来说是平稳 不是说特别衰的 那不知道会不会 因为她四十二入大运 那我经常说 入大运叫做 绝处逢生 先死而后生 什么感情变化 住屋变化事 变化很烦 又是起码混乱三年至五年 那不知道会不会四十二之后 打落这几年比较差呢 那手术 那手术方面来说呢 什么时候要做呢 七月底了 七月底 现在已经很美了 那我想要在手术的时候呢 要帮她化一化解 那这个很简单的 那原来在床呢 床底那里 随便摆一桶水 摆一缸水 摆一缸水 或者摆一杯水 原来都可以的 在手术期间 那这个呢 就增加手术的安全性 希望它就比较容易顺利一点点了 那你手术前 你看它能否转到炉呢 因为手术前 如果转了炉 你就能够跟那个变黄藏黄丁 如果转不到的呢 我们先做了重要的东西 那你在 现在立刻 在正东 摆在我刚才说 水黑石那个阵 就给你自己去建工的 然后呢 在你太太睡觉 那边的床底 摆一桶水 或者一盘水 那这个就是化解 做手术的时候 希望它安全一点的 两样东西 做了这两样东西先 师傅 那家庭观众 那跟我们讲回 大门这个门栏的位置 它装修的时候 是放了铜钳在下面的 没所谓的 因为有时风水缩缩 都很喜欢双了一些东西 其实呢 其实未必有用的 因为有时 人们静快铜片 双了在门口 均匀 拆都拆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有时五黄的时候 我们用金去摄 但好像我刚才讲的例子 比如金和胶纸 我们不会用金的 又或者已经胶剑了六七 胶剑又有金 那就严重一点了 但这个没办法了 双了下去没得救 不影响到它的 不,我们到时在面化界 比如每年的东西 譬如我们今年 它现在是正北的 正北没有问题 因为正北它八百 八百加起来四六 没有问题 四百胶剪 选小口 但它不是小孩子 没有问题 这个有问题 是 那手术是不是任何不分 韩命、热命、平命 总之都是做手术 放一杯水 没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的 不过我放了很多单 它又可以的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有时没得解 好,我们要招式一下了 下一笔回来继续有第二位家庭观众的个案 欢迎继续收看《风生水晶六斑》 此不宜迟 我们立即看看 第二位家庭观众的个案 李生一家四口 03年搬入大窝口大厦街某单位 04年 他的身体开始出现无病 领年证实幻想血癌 晴天霹雳 全家陷入仇云草墓 幸好在一年之内 终于找到适合的骨髓移植 手术也尚算成功 不可惜出院 不够三个月 癌病复发 又要再次做手术 无奈进手术室之前 因为伤口发炎要延期再做 现在李生唯有回家听天由命 李生, 你好 你好, 吴姐姐 是, 旁边有孙师傅 你好 孙师傅, 你好 李生, 你三十多年未够 这么年轻患血癌 会不会很心灰而冷 也挺 但你未患血癌之前身体状况好吗 也挺好的 常常去跑步淋水 那医生有没有说 你为什么会患血癌 有没有说是遗传 或者是什么 没有, 她说不能解释 不能解释 师傅, 你立刻看看 会不会是关于他的风水事 还是命事 那你去派哪个去看看 这次是派一普奇的 然后是吃饮食 这次是什么 今天是来到李宅 我们刚才看过了 门口旁边有个吃水飘房 我想应该没问题的 刚才也量过了 这边是坐丑向味 就是坐东北向西南 进来门口有个圆关位 也有灯 没问题的, 挺好的 另外旁边是厨房 整整齊齊 窗外的景色也對著人家的樓 沒什麼特別 廚房旁邊是廁所 馬桶的背部也不像廚房的樓頭 應該沒什麼問題 來到客廳 梳化對著電視機正經常常 另外對面對著人家的 上手業主留下了一雙石獅子 對著人家的家 我也想問對面的家 如何化解這雙石獅子 另外斜地看著山也很漂亮 你去看廳房這裡 很正常, 有一張餐桌 另外這邊有電腦 可能他們有空也會在網上 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大問題 來到客廳這裡 窗外的景色其實跟廳差不多 他們很少睡覺 不過我建議如果睡覺 最好床頭在那邊, 我想會比較好 來到李山李太的房間 床頭位跟門對角擺沒問題 其他事情都是正正常常的 窗外的景色跟剛才說的客廳 差不多 另外門口是對著父母的房間 來到李山的父母的房間 床頭這樣擺應該沒問題 因為也算是對角擺 另外電視也擺在床尾附近 沒有問題 窗外的景色跟之前所說的一樣 都是一邊對著人家的房間 一邊對著山, 沒什麼問題 很正常 看過有沒有發現有什麼問題 基本上也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它是因為前幾個月沒了樓 就轉了白雲 就變了旺財旺丁的樓 更加沒問題 它七雲的時候 零四之前就是旺財旺丁 對身體沒幫助 即是對身體完全沒幫助 其他呢 其他沒什麼特別的 又外面的山又挺漂亮的 剛才看了山完全沒問題 是它真的躺在五軌的位置 是呀, 躺在五軌來說 其實不會無緣無故要生癌症那麼嚴重 因為五軌來說它就在北 是吧 原來北來說是腎、肝、肝、鼻力胃筒 還有容易血有問題 但是你單單躺在五軌的房間 風水又不是特別差的 還要躺在北來說 我們算飛星來說是六和八 本來還是旺星度的 因為剛才我問過 原來是公司的問題 我們有時候說 因為公司有煞氣都會帶回家 每天吸著公司 都要睡起碼也吸十個八個小時 吸了氣再回來 還要睡著五軌 還要回正北 那就會嚴重了 因為剛才說公司的動土 好像十座大廈都有 因為兩個大屋間加起來 因為那個工廠區我經常去的 剛才那個動土就包住了 應該是那些工廠了 其他基本布局你教它放了 是吧 是, 門口放水用植物 是 屋底的大圓石櫥是身體健康 人家平安 在客廳那裡是財位 是 放了前箱和大葉植物 沒錯… 我自己睡著的五軌的房間 我會睡著馬來 我會睡著